中国的人口将减少8亿 据报道由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人口将从14亿减少到6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 该国人口首次大幅下降 报告警告说如果本世纪继续下降 人口可能会从14亿减少到6亿 该报告还指出减少8亿 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问题 以及潜在的人口危机 著名拳手被捕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消除有影响力的维吾尔人 最近有不少的维吾尔精英 遭到了任意逮捕并送进的集中营 据土局斯坦时报报道 著名拳手阿卜多瑞西提汉被捕 并被送往集中营 阿卜多瑞西提汉是一名职业教练和体育教练 同时也被称为一名民族主义者和浅诚的穆斯林 印度官员军队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 印度武装部队官员表示 他们将继续瞄准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引领 印度军事官员在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印度陆军少将马哈尔说 这场战争是针对恐怖主义的 并准备摧毁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目标 另一方面 俄罗斯和美国宣布他们准备在两国之间进行调节 巴基斯坦总理伊木兰汉表示 他将致电埃尔多安 要求他在减轻与印度的紧张局势方面发挥作用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表示 美国以100%的占领去利亚打以沙的领土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美国领导的去利亚军队已经夺回了 曾经被打以沙恐怖组织控制的所有领土 联合国就维尼瑞拉问题投票 中文经否决 安理会分别就美国和俄罗斯提交的有关解决 维尼瑞拉威胁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 两个决议草案就未能获得通过 美国在国际观察研的捐读下 在维尼瑞拉举行选举的建议 遭到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 另一方面 联合国安理会不接受俄罗斯关于维尼瑞拉反对 使用武力和干涉其内战的政治独立的提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